性感辣妹坐下來 魅惑的眼神發射 對著前方的男人放電 她渾身都是信號 男人很快就陷入了其中無法自拔 很棒 不用多說 男人對辣妹產生了各種想法 讓她萬萬沒想到的是 辣妹和她的男友 給她上了一堂叫做仙人跳的課 辣妹和小哥是一對壞壞的情侶 而且辣妹一直深愛著小哥 但是小帥哥卻一直腳踏兩條船 即便如此辣妹也沒放棄愛情 她相信自己對小帥哥的重要性 所以從未想過離開她 小帥哥卻一直利用辣妹的色相到處行天 並沒有覺得這有什麽不對的 小帥哥卻一直在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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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一次失手了 小哥遇到的是一個炸手禍 他扔下辣妹獨自逃生 槍還是頂上了他的腦袋 辣妹卻在為他苦苦愛求 他會給我們一個償利的賣 這個狠家伙是個有黑道背景的人 辣妹他們從此開始為此人利用 辣妹被有噁心的政府官員侵犯 而為了拿到把柄 小帥哥卻只是冷漠觀望 視若無睹 辣妹心碎地離開 卻也無法控制地再次回到小帥哥身邊 當然因為辣妹的付出 讓小哥體會到了成功的快樂 然而當辣妹依然懷著對愛情的渴望 卻看見小帥哥搂著議員女兒各種慘媚 而猥瑣至極的議員 卻將他的當手伸了過來 辣妹的情感被踐踏得支離破碎 他最終只能選擇獨自離開 原本故事到了這裡該結束 卻又發生了變化 當所有事情敗露 一無所有的小哥 卻用這種方式給生命畫上了句號 本來傷心欲絕的辣妹 看到這突入其來的一幕 卻不斷地自責一切是自己沒能勸阻小帥哥造成的 他本能地以為是因為自己沒能阻止小帥哥 才導致了小帥哥現在的結局 問題來了 這段刻骨鳴心的情感 辣妹能真的走出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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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